古碑上一个流传百年的难解字母 一般人都没有看出来 经常自己研究的原来这是八个字母 古冬前一个全世界绝无仅有的神秘仪式 出发之前他的父母都是把他的眼睛蒙住的 相传仪式之后天眼门开 种种神秘现象造就了神秘从装 差不多十个人有一个 Pexa带您走进苗家最神秘古老的仪式 和他背后隐藏千年的巧妙子 地处湘西的园林县 是一个地理位置相对来说比较偏远的地方 在古代那里一直被看作是一个未经教化的蛮夷之地 不过就因为这个县城的西北方向 有一个村庄和那里的一座山 不仅让他摆脱了蛮夷的不雅称号 而且还让其他很多地方都自叹不如 因为在那里 仅仅一个村子就已经出了一百多位教授级别的高级知识分子 那么到底是因为园林风水好 还是有什么别的特殊的原因呢 园林县城西北方向大约二十公里的地方 有两条大河 一条叫游水 一条叫游溪 两条河相会的地方 有一座山 叫做二游山 在二游山下就是那个出现一百多位高级知识分子的教授村 叫做二游村 据说这个村子之所以能够出现这样的奇观 是和附近山上的一块石碑有关 碑上刻着简单而连贯的线条 在这简单而连贯的线条里 却隐藏着一个神秘的 带有暗示的字笔 这个碑呢 我研究了很久 一般的人都没有看出来 经过仔细研究了 原来这是八个字 这样简单而连贯的线条里 竟然藏着八个字 电视机前的您能看出来吗 在二游村一直有这么一个说法 如果谁家的孩子 可以解开这个藏有八个字的石碑谜团 那么他家的孩子将会有所成就 成为名副其实的教授村的成员 这一切果真如此吗 二游村呢 现在教授呢 有一百来位 按八九九十年代的这个比例上 大约是百分之七到八那样子 百分之七到八 差不多十个人有一个 我们找到了这份长长的名单 名单上的集管 一栏是清一色的二游乡二游村 工作的单位 从北京到全国各地城市的机关单位 大专院校医院企业 而职称则从教授到博士到高级工程师应有进入 在名单上 我们还发现了陈建华的名字 他是神舟六号宇宙飞船的火箭发动机系统的研究者之一 看来教授村的确是名不虚传 我们决定探访二游村的发源地二游债村民族 满意为这会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村庄 走进之后却发现这里基本上只有老人在悠闲地干着农活 我们找到了二游债的村民组长陈华夏 陈组长说 这个只有二十三户村民的小寨子 现在已经出了二十几个大学生了 也就是说几乎每家都有一个大学生 其中还有一个教授四个研究生 我们问起这里盛产大学生和专家教授 是不是和山上的那块石碑有关 陈组长笑了笑 说这个只是他们一个独特的节日里的一种神秘的仪式之一 这个习俗别的地方是没有的吧 那么大的 可能它就是捐过来这么过来 捐十个过来就是这么个地方 只行这么过去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和仪式呢 二游村这里的村民相信这么一个说法 每个孩子都有一双天眼 只有通过某种途径给孩子开启的天眼 才能让孩子结束混沌 真正的启能 因而叫做发蒙节 很多当年老百姓在每年的春秋之际他都要把自己家里的小孩带着到日山进入乡 很有讲究 这个讲究是什么呢 因为在出发之前他的父母都是把他的眼睛蒙着的 每年的春秋之际 难道我们此次园林之行 无缘见到那个神秘的节日和仪式了吗 刘忠伟告诉我们 因为二游村的民旗建长 方圆百师里的百姓也开始信奉这个节日 所以时间上已经慢慢的模糊了 除了春秋季节之外 每年的寒暑假也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 我们或许可以碰碰运气 每个经过这个345级人到二游村来炒办 那么出去了都换化了一种精神 吸取了二游村的灵气 所以就从头开始了 在二游山下 我们见到了带有大小两个孩子的村民许桂华 他和孩子都带了大大小小的香烛 手上还提着一个塑料袋 今天他就是带着孩子来过发蒙节的 要到山上 必须要爬一段横陡的石阶 据说仪式从攀爬石阶就已经开始了 这个石阶从下至上一共有345步 在攀爬的过程中 孩子必须踏到每一步阶梯 少踏一个阶梯 或者在一个阶梯上踏了两次 这个神秘的发蒙节就不会应验 在爬完阶梯之后 许桂华和两个孩子来到了二游山的半山腰 在这里有一眼陡峭的石壁 与别的光滑峭壁不同的是 这块石壁分成一层一层 像一本天然的石书 两个孩子的第二任务 就是要用心将手放在这个石壁上触摸 接着三人就来到了一个山洞前 这个洞叫做二游洞 洞里供奉着一座神像 神像手中拿着一支笔 在他前面的桌上和背后堆放着一派竹简 三人放下手里的东西 从塑料袋里取出纸钱开始烧起来 纸钱烧望之后 许桂华和他的大儿子又将一根将近一米长的箱 和三根稍短一点的箱点燃 然后毕恭毕敬地将箱主插在箱笼里 接着两人退后一起朝神像祭拜起来 三人拜祭完 本以为仪式已经结束 许桂华却又将一张纸插在一根箱上面 然后在洞口的碧岩上长了条缝 将它插了进去 许桂华说 一年前他的儿子还是初三的学生 他现在考上了一所重点中学 插上的东西就是用来还愿的 沿着许桂华所插的这条缝 弯弯曲曲的还插了许多类似的东西 可见有不少已经碎了院 洞口的仪式结束之后 许桂华的大儿子还有一个任务 那就是要在一处绝壁上取到一瓶水 这里的水据说如果是孩子要想在学业方面继续进步 就必须取到那里的神水 当地人就认为喝了这个水 小孩就能够变得聪明 所以在二月洞旁边那个泉 当地人也把它叫做聪明泉 所以不管多么艰难 一般大人带着小孩去都会在那里取一口水 让小孩来品尝 让他感受于这个灵气 让他自己小孩变得聪明一点 山壁上流下的泉水 显然不可能有这样的神奇功效 那么像许桂华这样的当地村民 为什么会源源不断地来这里 对神像毕恭毕敬地进行摩摆 难道真有开天眼的说法吗 这座神像背后究竟还有着怎样的 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呢 竹简存在于东汉以前的年代 在那之前发生的与书有关的历史事件 最有名的就是秦始皇的焚书坑竹 难道这个不起眼的山洞 还和历史上秦始皇的焚书坑如有关吗 当时的京城的博士官叫福胜 他不过过人的生命危险 不过被珠米酒走的危险 他把运了两千多册书 也就是五册书 从咸阳出化运到二游山来收藏 园岭在秦朝时完全是土苗之地 而且距离咸阳有几千公里 那个叫福胜的人 为什么要不远千里地将那么多书 运到二游洞里来呢 相传在远古时期有一个叫善隽的仙人 据说是为了教化当时的子民 他曾经根据这个洞的形状创造了游字 他上面一魂就代表天 天底下有很多耳鱼们 这些耳鱼们生下来以后 不能像绿絮一样 到处满山遍野的烂袍 应该要关到二游洞来读书 这个口就是代表二游洞 那么隐身为家和国家 口里面有一魂代表大地 这个大地就是国家要管理的 因为是在国家管理的环境 所以是在里面的 这个人他是处于天地之间 那么他是出了那个口的 所以就是说要在二游洞读好书 然后要奔出去 当然要管理好旧下这片土地 就必须要读好书 你只有读好书才能走遍天下 治理天下管理天下 由于之前有很好的教育基础 加上园林地处偏远 又有土苗民族与秦朝对抗 二游洞还是天人藏书的好去处 于是福盛就偷偷地将当时 记载着诸子百家思想的竹简 通过水路顺利地从咸阳运了过来 从而保全了先秦时期的灿烂文化 让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得以延续 二游山现在有泉水从高处落下 泉水所到之处的石头都呈现出墨黑色 人们都说那是因为山里藏有如此多的竹简 竹简类的墨汁在潮汁的环境下 慢慢地投出来 人们喝了就能变得聪明 也难怪我们之前看到许桂华的儿子 要不顾危险去爬上绝壁 去接内所谓聪明泉的泉水了 可是不管是有字的由来也好 还是秦朝焚书时有人冒险藏书的传奇也好 顶多也只能算是鼓励后人多读书 读好书的一个励志故事而已 你说就凭这么两个故事 就让山底下的小村庄成了远近文明的教授村 这实在是勉强得很呢 那么二游村成为教授村的背后 到底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 我们先让专家来给您说说 我们节目开始时那个字迷的谜底 这个背呢 我研究了很久 一般的人都没有看出来 经过仔细研究了 原来这是八个字 是什么字呢 它是和二游村有关的 就是雪富五车 书通二游八个字 它就是用连体的方式把它学起来 你看这个字 总体的看 这半边就是一个学字 那半边呢 就是总体这个学 那么上面这个部分呢 就是福 学福 在这个中间是一个五字 在这个下一部分 是车子 就是学富五车 就是这边 这边呢是书通二游 书是这中间 通 总体这个字就是一个通 通字 那么这里呢是代表二 这边呢 中间呢 总和呢是一个游字 那就是书通二游 学富五车 书通二游八个字 学富五车和书通二游 说的就是 一个人如果把福胜当年 用五车拉过来的藏在 二游动你的书看完的话 那么他的学识 就是非常丰富了 刘忠伟说 石碑上所刻的尽管包含了八个字 但是就整体来看 其实就是两个字 一个是学 一个是通 连起来就是学通 就是学的彻底通透的意思 其实这也是二游村的人 为什么会出现 这么的教授的一个根本原因 游字加上星星的星字 就是醒悟的星字 一旦醒悟 人就可以真正进入读书的境界 参透出读书和做人的道理 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 无论是345步阶梯的步步高升 对万卷炎的亲手触摸 鼓动前对古人藏书的致敬之意 还是对聪明权的 那么一点小迷信 所表达的无非是当地村民 那么一种深厚的读书情节 其实啊 只要是真的勤快了 文机起舞 悬梁刺骨 凿壁偷光 到了晚上还不忘着 手不试卷 多读圣贤书 是谁都可以成为一个 有学问的人 这个项目是什么正经期的 哈哈 感谢观看